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站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要保湿伊贝斯 伊贝斯防晒双鬼迷播出的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古方红堂的大力支持 爱情保卫站由海伦凯乐眼镜大力支持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请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摇一摇 进入摇电视 然后找到爱情保卫站的互动页面 精美好礼等你来拿 同时还是用您的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爱维码 添加爱情保卫站的官微了解 更多的情感故事 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 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是谁呢 送爱研习社的主理人 陆琪 陆老师 欢迎陆老师 我们都是彼此的初恋 之前感情一直很好 但是结婚以后 越来越感受不到 他对我的重视了 我对他的好 他已经习以为常了 甚至可以说麻木了 如果创造不出经济 他就觉得我对他又不好了 实在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了 但日子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 爱情和上进不上进 真的有关系吗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冬27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学生 研究生在读 李嘉宾小季24岁 同样来自河北 研究生在读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这个小片里面 这个小片里面简单地说了一下你们的经历 彼此初恋 是校友吧 是 也结婚了是吧现在 大几节的婚 毕业的时候 现在研究生在读是吧 对 也结婚了 对 哎呀 酷啊 这多好啊 怎么了 说的不上进啊 不是 我就是觉得 他好多事吧 结婚了以后总瞒着我 然后 我发现了之后 我就跟他私底下沟通了 但是他总嬉皮笑脸的 就没法沟通 他可爱笑 你看他偷偷在乐 说说吧 说说吧 都哪些事没法沟通 比如说吧 我们俩刚结婚十个月 然后我们买了房子 这房子是我们两家都出了钱的 然后说到时候房本上就写俩人的名字 然后但是我有一次办居住证的时候 我需要找材料 我发现有一个房本 我都不知道这事 然后一看上面 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 说说呗 解释一下 这件事我在家里已经解释过了 那天 解释过了 非常意外 那天我在家 他在田亭读研究生 我俩都在田亭 偶尔回一次家 我放假了 我就回家了 然后我那个房管局给我打电话 和我说那个我们的房本可以去领了 要办那个业务需要提前摇号的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那个房管局给他们来电话了 打过电话吗 他是打过 我当时没空嘛 我就跟他说 咱们过几天一半 等我有空的时候 他当时也答应了 他是说过几天半 我也答应他了 可是那房管局不听我的呀 我也想让他过几天半 对吧 那房管局人家说 你要是不来吧 你就等着下次摇号再来吧 我一想 他过几天还要办居住这儿是吧 万一用到这个东西了 你没有 然后你所有手续就得 这个算是他不知道 也可以 为什么只写了一个人的名字 不是我要只写一个人的名字 他需要双方都到场的话 才能给办两个人的分门 但是后来 我说我把我的名字加上吧 你不也同意了吗 结果你总是找借口 我一说咱们今儿去吧 然后你就 你就说我今天没时间 然后明天去吧 明天又没时间 你急着加名干嘛 你怕啥 我不是 我就觉得 他怕我那个 哪天不要他了 对对对 这种小子 那件事我觉得可以不用说 因为如果你们感情好 这不是个特别大的事 不是 我是生气他瞒着我 是是是 然后我每次跟他说说 他总细皮笑脸的 好 就是都不太往心里去 对 态度不严谨对吧 对 这才刚结婚十个月你就瞒我 这还得了对吧 不 还有别的吗 难道我还天天哭着跟你说呀 你个讨厌 你研究生读的什么专业啊 我们研究生读的都是医药方面的 医药啊 我以为是相声的 来 接着说 姑娘 比如说之前 我们研究生那个考上了之后 跟那个上学之间 不还有几个月呢吗 我们说要不然找一个实习的机会 工作岗位 然后就是找找那个工作经验 然后我都跟他说了 他当时也同意了 他就每次都说 行行咱找找找 结果我看他的邮箱里面 根本就没有投几份简历 他都不太往心里去这件事 然后我就替他着急 我就给他投 我给我俩一块投 然后投了一个挺好的一个机会 后来只给他发了面试邀请 没给我发 我当时还替他高兴的 他当时也挺高兴的 但是我们俩都准备半天了吧 面试都准备了 然后衣服也给他添好了 他那天也挺高兴就去了 结果你说你去哪了 你根本就没去 我是没有去 你干嘛去了 他玩去了 别笑 我去玩去了 玩什么 和我同学去玩 这是有原因的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当时成绩下来了 并且录取名单也都下来了 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更穿重的是我 医学方代的基础知识 而不是我的实践 我觉得实践这个东西 需要有一个良好的 并且扎实的文化基础 还有技能上的基础 你才能在实践中操作出来 我是这么想的 可是他总是和我背着干 他总是说 你要先去实践 不是你当时不是同意了吗 你说你行 咱们利用这几个月工作吧 你不是说你去玩这个事 我就来一句话行吗 就是他不同意行吗 你告诉我 不行 那我去了 那他不能在家玩吗 你看 因为他不同意不行 所以他只能同意 对吧 不是是啊 但是他同意了呀 他同意是同意了呀 他没去呀 对呀 他是同意 他是没去呀 他为什么没去呢 他去玩去了 他为什么去玩呢 他不想去 对呀 他不同意又不行 他只能同意呀 还没明白这逻辑 但是他骗我你知道吗 他说他去了 他为什么骗你呀 这不我刚才问你那个问题吗 他不同意行吗 你说不行 那他只能骗你呀 但是我生气的是 他骗我 他不跟我说实话 最后是我自己发现的 对呀 他骗你还跟你说实话 他傻呀 哎呀 不是你要骗我 你就彻底点 你让我最后发现不了 对 你还落下 你这件事过啊 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我们 当时说考研究生的时候 我们俩抱着学校有点高 然后我们就要好好学习嘛 每天规定 然后晚上看出 看到十点再回去 结果有一天 他八点 他不到八点 他就开始哈欠连天的 就不好好学了 然后就说 困得不行 没休息好 然后想回 想回去睡觉 想早点 然后我们之前 每次回去还要视频一会儿 然后他说 今天咱别视频了 我忒累了 然后也 别让我给他打电话 说自己关机 然后有辐射 结果 我就真的 真的相信他了 然后他睡觉的时候 我想起来 有资料没拿 第二天上课的 然后我就 没给他打电话 给他室友打电话 我说想让他带着资料 结果他室友说 根本没在宿舍 没睡觉 出去玩去了 跟学弟 还有旁边宿舍的同学 都瞒着我 打游戏去了 那有什么呀 不是 我们那会儿考研呢 他应该好好学习 考上没 天气比你高太多了 一边玩的游戏 还能考上 是吧 小伙子 对 对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对吧 他每次都不听我的想法 我向他解释过来 他发现了 我向他解释 你错就错在 你没瞒好你知道吗 真实的瞒好 对吧 因为我们学习特别紧 这事也过 这事也过 不是 主要是 你看每次跟他这么说 他总是嬉皮挑脸 总是骗我 你还被我发现 那我要是哭着跟你说 你肯定报了 这么多心意要脸的 你还要报 这事过 这事过 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我们快毕业那会儿吧 我玩他手机游戏的时候 然后看有一张照片 照片 之前我们俩美好的时候 一个安慰对象是他 你们俩是互为初恋是吧 对 他心目当中的女神 对吧 反正他之前有个暧昧对象 暧昧不是女神 暧昧 暧昧啊 有个暧昧对象 然后我有点不高兴 也没特别生气 我就说 要不你给他删了吧 他当时也同意 他当我面给删了呢 然后我说 你别留他照片 你别的这也得删干净 然后他说行 结果我没过多久 我用他百度云看资源的时候 我发现他有一个 特别明显的位置 一个文件夹没有名字 然后一点看 还是那张照片 这应该怪百度云 他们储存了这些罪证 不是 我叫他删干净 结果他没删 他还告诉我他删干净了 这是在结婚前发现的 还是结婚后发现的 钱吧 对啊 你发现了你还嫁给他了 不是 但就不能怪他了 你辩解一下 我跟你说 这个就无中生有的事 无中生有了都 他每次都把特别小的事情 要伤生到一个 理论高度 我喜不喜欢他 在理论上的高度了已经 这个女同学是吧 到现在 我都没有他QQ手机 微信 一个还没有 好几年了 我都没有联系过女同学 到现在跟女同学 不是 那你怎么会有 那个女同学的照片 我以前存的 都好几年 然后我都帮女生 现在长啥样了 高中时期 都有自己喜欢暗恋的女生 那时候 都偷偷地拍一个小照片上 保留起来 总以为能喜欢她一辈子 可是到现在 我不是喜欢你一辈子了吗 所以那个摆动作 我一直没有用过 我也没有在意 你们那个照片 结果 我喜欢比较在意 都给翻过来了 一翻 就跟我活了 这个不算故意欺骗 还有什么呀 还有就是我们俩 那个上研究生嘛 都结婚了 也不住宿舍了 然后就想出去租房子 然后他也同意 我俩有一天 一块去中介 然后我看中了一个 一室一厅的房子 我觉得有个客厅 以后来个人什么的 也方便嘛 然后那个房子也向阳 挺好的环境 但他就不行 他别说 咱上学了 咱跟着合租个吧 也便宜一点 他看了一个合租的房子 也不向阳 而且就一个小窗户 阴森森的 我感觉特别不舒服 心里当时 那个我是没有租 因为我感觉没有必要 我们两个都是研究生 都在上学 没有任何的经济技术 租一个房子 跟合租里外里 能差好几千呢 这好几千 说实话 我宁愿让他 穿得更好一点 吃得更好一点 我认为他只是一个住宿 你们俩今天为什么来啊 我就觉得 他好多事瞒着我 而且你看 他每次跟我解释 总是细皮敲脸的 可是还有什么事 我就是想 你想怎地 过来就是听听老师们 疏导疏导我吧 我就觉得我心里过境不去 就他觉得他难受死了 这臭小子 是吧 对 我怎么说他他都不听 他总是嬉皮敲脸呢 你看 并且我对他也有不满的地方 你说你不满 他每次约会都特别的不准时 女人约会都不收拾 这无所谓 我已经 问题是 我已经跟他心情细合 都已经交流好几次了 我说那个 咱别这样 我说那个 我比较讨厌迟到的人 不是 你说咱俩刚交往的时候 你答应你追我的时候 我让你门口等 一两小时你都没有怨言 你现在三五分钟 你就打电话催 你就没有以前爱我了 你看他 他把这些所有的 青色很小的事情 都已经删上到 我爱不爱他的 程度上 好 我来问问他 你觉得他还爱你吗 我觉得他没有以前爱我 没以前爱你 就还爱你吗 爱 还爱 但是没以前那么爱了 对吧 你爱他吗 我爱他 可是他总认为我不爱他 结婚是谁提出来的 他提的 你就同意了 你们两家人也认可了 一边读着书 一边 这挺酷 正经点 别嬉皮笑脸的 你没有想要跟他离婚 所以把房子 嫌你自己名下吧 没有 你为什么老骗他呀 我感觉谁都会有点隐私啊 难道他们那么透明吗 对对对 对吧 你是来求疏导的 是吧 对 就是接着婚读研究生苦吗 苦 我感觉特别苦 对 你们跟下面的学弟学妹 如果建议的话 建议他们一边读研一边结婚吗 建议吗 我觉得这是个人的那什么 你要愿意的话 你就忍受呗 那能怎么样 他说了一句特好的话 你要愿意你就忍受呗 那他也不忍 那你看哪有不忍呢 我感觉 你的建议是结还是不结 情道深处自然 水道渠成 水道渠成 情道深处自然成 哎哎哎 情道深处自然成 怎么办呢 是有问题吧 是 要离婚吗 不离 不离你啊 上这儿来 我们这节目不是个离婚节目 对 你们再个次说一件 对对方最不能忍受的事 我就忍受不了 他每次解决问题 总吸皮笑脸 我不能忍受吸皮笑脸 对 我觉得得严肃啊 不管什么事 只要说两个人心平集合谈 你就得严肃点 那我相信他最不能忍受的 就是你的严肃了吧 是吗兄弟 就跟你说他是 每次都把小事情放得特别大 把一点点小事放得很大 所以他们今天来了 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房子是在婚后买 婚前买的 婚后 婚后买的是吧 婚后本来就共同财产了 一个人名字 两个名字有什么关系 就他骗你对吗 对 就这点真是你不对 你刚才说 每个人都要有点隐私吧 我给你解释一下 什么叫隐私 什么叫秘密 什么叫欺骗 隐私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手机你的手机 你的手机里面有他的指纹 你放在那边 他不去看 为什么 因为这个手机里面装的是你的隐私 隐私是他知道这个东西在 但他不去看 这叫你的隐私 秘密是什么呢 你把一个东西藏起来 你不让他看到 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存在 这叫秘密 所以你那张女同学的照片 那叫秘密 不叫隐私 至于你把那个防证办下来 然后不告诉你 或者说我答应你去面试 然后我和朋友出去玩了 这个不叫隐私 也不叫秘密 这个就叫欺骗 但是呢 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 欺骗这件事情是有等级的 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这个欺骗带来的后果 会是怎么样的 比如他欺骗你 他和 他不是和兄弟去的 他是和 他暧昧的女神去的 这就严重了 对吗 所以你说要我们来输到你 首先第一点 就是我认为 你现在是把欺骗这件事情 拔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上 这是你目前的一个问题 甚至于你把一个嬉皮笑脸的 一个样子也拔到了一个 就你不认真 你不严肃 你对我们这段关系 你一点都不认真 拔到这个高度 没有到这个级别 就他就觉得 哎呀你又闹了 你特别好玩 他就笑一下 又怎么样 其实你们现在出现的问题 知道是什么吗 是你们在亲密关系建立的 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定问题 亲密关系包含三个部分 叫相互了解 相互信任 相互帮助 他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相互融合契合 最后你们变成一个叫互赖模式 互相依赖的模式 这样亲密关系才建立了 你看你们相互之间了解吗 价值观根本不了解的时候 就已经结合在一起了 对吗 他从一开始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你就是那么严肃的人 他就那么戏皮笑脸的人 但你们结合了怎么办 没办法了 只能相互了解 你看相互信任也没有建立起来 一点点小事 你就开始有不安全感 你想想你的不安全感 来自于什么地方 是不是来自于对他没有把握 是不是来自于对他了解不够甚 如果今天是 你们结婚三年四年之后 你绝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这些小事情 为他吸皮笑脸 他说你这个肯定不爱我了 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相互信任也不够 最后相互帮助也不够 这三个东西的缺失 导致了你们亲密关系 建立的不顺利 所以你们要用很长的时间 去磨合自己的亲密关系 所以你们现在需要的是 婚内重新恋爱一次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陆琪老师 我想跟你们谈一谈 什么叫婚姻这件事 我先问一下男生吧 请问你为什么 急着跟他结婚呢 你所谓的情到深处 水到渠成 那时候是什么一个感受呢 感觉就是 每次有高兴的事情 都想跟他分享 有声音的事情呢 我也特别想和他 和他说一说 然后 有的时候 见不到他了 总感觉缺一点声 所以你想跟他 朝朝细细地处在一块 对 不用再思念了是吧 所以你从来都没有想过 这个世界上有可能 会有比他更吸引的女孩 然后我不会想要再多看看 世界这么大吗 我觉得不会了 很确定 确定吧 至今没有后悔过 没有后悔过 我想 问这段话是因为 我还真的挺不甘愿的 凭什么就是你呀 你知道我 为什么这样觉得吗 我真觉得我条件 没有比你差 我咋就遇不到这样子 老是嬉皮笑脸 不会对我发脾气的男人呢 然后在初恋 就非我不可 一生一世 世界这么大 他都不要看了 他就决定 要在这么年轻的时候 跟我结婚 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呢 不要说这个世界好了 我们就说在这个舞台上吧 多的是 站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怎么样都不肯结婚的男人 有各种理由 包括我事业还没有建立啊 要先立业再成家 然后呢 我想要先存一笔钱 我父母还不同意 或者是我们之间了解的认识还不够 还有很多矛盾 大概呢 各种光怪路里呢 合理不合理的这个问题 我们都已经听过借口了 我还很少在这个台上呢 听到有一个男的 在这么年轻的时候 就告诉我说 我 就是想跟他 穿穿在一起 我要告诉你的是 有的时候 你说心里需要梳理 让我们帮你 你心里过不去 会不会只是因为 你不懂得珍惜跟感谢 请问这男人 为什么非要像以前一样爱你啊 除非 你一直不断地进步 你越来越有魅力 你越来越懂他 他觉得 我以前很想见你 现在我觉得我更想见你 以前觉得我们心有灵犀 现在觉得我们简直是灵魂的伴侣 除非你越来越能证明 你对他生命的不可或缺信 要不然 他没有像以前一样爱你是正常的 我再问你一件事 他可不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呢 他捏在这个台上 讲的最多的一个台词就是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请问 你的老公 能不能有他自己的想法 可以哦 他能不能不听你的呀 有些事可以 不 有些事可以吗 在你们家目前 是每件事都不可以 他为什么非得骗你呢 当然 我认为欺骗是不对的 但我认为逼着对方 非得要用欺骗的方法来过日子 也是不对的 刚刚川哥问你 他能不能不听你的 不行 那怎么办呢 他如果又有自己的想法 跟你又不一样 跟你讲了你又会翻脸生气 那他只好瞒着你 不是这样吗 人都要求生存的 有的时候 嬉皮笑脸是一种天性 但有更多的时候 嬉皮笑脸是一种躲避 你比较愿意 他不要嬉皮笑脸 每天跟你吵架 或者是 很生气地怒喝你吗 不愿意 当然 所以 你现在拥有的这一切 真的算好了 至于这个男人要不要上进 能不能够更成功 那就看你的本事了 我告诉你啊 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智慧富人建立家世 但是愚昧的富人自行猜毁 也就是说 你要有本事 让你家变得更好 让这个男人更成功 你要适度地找到他的亮点 表扬他 鼓励他 肯定他 诱导他 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 所以我们才说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总有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你有听过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总有一个老是嫌他的女人吗 没有 所以 你想要个成功的男人 先学会做那个了不起的女人 要不然 下一回 你们有任何婚姻的问题 在出现在这里的时候 我仍然会问你同一个问题 就是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拥有一个更好的男人 除非你懂得结婚之后 怎么做人家的老婆 不是只索取他对你的爱 你还得成为他的帮助 好 谢谢 早结婚晚结婚都不是问题 关键是弄清楚了婚姻是怎么一回事 不可否认的时候 在婚姻这个问题上 女人比男人看得重 因为女人付出的多 尤其是在生理上 而男人看得相对于会轻一点 所以他才会说 我需要我的隐私 他几乎在婚前婚后是一个状态 但是你不一样 所以有些女人经常讨论一个问题 我是嫁给爱情 还是嫁给何氏 你觉得你是嫁给了什么 我觉得我是 何氏 也是爱情 你觉得你又嫁给了爱情 又嫁给了何氏 那你应该很幸福 应该没有烦恼 那为什么今天你在场上 所有的表现 让我都感觉 你只是嫁给了爱情 并没有嫁给何氏呢 因为生活中会有矛盾 所以我觉得矛盾里 我有的时候心里 很不好受过 所以说就是对于你而言 你自己也感觉 你们磨合的不够 对吧 所谓的何氏 所谓的互补 也只是大体上的概念 但是在生活当中 你还缺少处理彼此之间 磨合问题的一种方式 所以说不是打一张结婚证 就叫夫妻打 打这张证 其实没什么要求 到了年龄就可以打了 这个世界上就两件事 是不需要什么要求的 一个做父母 一个做夫妻 这要你们自己心甘情愿 就可以 但是虽然表面上 是没有要求 那是因为第三方 对你们没有要求 但自己对自己得有要求 所以我才回复到第一句话 结婚早或者是晚 不重要 你得弄清楚 婚姻的分量是什么 很显然 你们俩在结婚的过程当中 在盖那个戳的时候 那戳一盖下去的时候 你们俩并没有意识到 婚姻到底分量有多重 这就是在磨合了之后 再结婚的好处 而你们也没有 所以说 陆琦说你们结婚之后 再恋爱 再进行磨合 但是现在 接下来在你们相处的过程当中 你们千千万万 再不能以 恋爱中的彼此 来处理某些问题 而要意识到 我是有本的人 虽然你们是研究生 你觉得他们其实很矛盾 你知道吗 他们打了证 又天天跟那些学校的情侣 天天生活在一起 那些人的一些不慎重 在他们那个阶段是很正常的 但他们已经打了证 所以你们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我是个有志的人 我虽然跟他们在一起谈恋爱 但是我现在已经是 婚姻状态当中 所以当你意识到 自己是个有志的人的时候 你们彼此在处理一些 相对于一些磨合的问题的时候 考虑的就会稍微更长远一点 对吧 你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恋人之间在一起 消费和夫妻在一起之间的消费 就是不一样的 恋人在一起 消费可能就买鲜花了 夫妻在一起就可能买鲜花了 这就不一样 男生也是同样如此 嬉皮笑脸 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 挺可爱的 但是你要意识到 你是个丈夫 你已经不是小伙子了 你是个丈夫 你明白吗 明白 所以你做任何事情 随时警惕自己的身份 虽然我只是个学生 但我同时是一个丈夫 是一个妻子 好吗 就这样 商量 商量 我反复强调商量 这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恋爱的时候 是可以不用商量的 而一旦结了婚 就必须商量 恋爱的时候 真的不用商量 我这么做了吗 因为我们俩只是恋人 没有什么 我可以读来读网 对吧 你看你恋爱的时候 你可以不商量说 你必须去实习 这小子也可以 不跟你商量的说 没问题啊 我去啊 是我心里想的 另外一本账 但是你结了婚 这就不能干了 而是说 我希望你去 他说 我真的不愿意去 我不愿意去的理由是什么 后来你一听 好那算了 我老公都这么不愿意了 我干嘛非逼着他呢 他是一个成年人 所以商量这件事 其实特别特别的重要 你看你那个领房本的事 就他埋怨你的所有事 你看 都是不商量 人家已经说了意见了 说我们现在不办 我们等下一次摇号 对不对 那就等呗 反正也不着急嘛 所以其实婚后 最重要的是商量 有商有粮 是特别重要的 他天天指挥你 你舒服吗 舒服 一进家说 你给我笑啊 你不笑 你就是不爱我 你笑一个 你看你不爱我吧 这日子还能过吗 说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都挺好 要对婚姻有信心 重要的是学会商量 明白吗 有商有量 日子就好过了 好了 自己商量去吧 一起进入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老婆有可能 我一直在骗你 你可能缺乏安全感 在你看来 但是我觉得 我也需要一个 更广阔的空间 你一定要对我放心 对我充满信心 不管你安排不安排 我觉得我的以后 都一定会闯出一片天地的 你信任我十年 我觉得我会被你信任一辈子 我听了那老师说 我现在心里是舒服多了 我不能一直让你爱我是吧 但是我觉得 如果我们 你不用说了 我感觉 还是我骗了你 主要是 你一定要给我空间 咱们一切什么都能解决的 好吧 我觉得你这个态度还行 奶星其实是用一个反问的方式 让她去思考 她说的是 如果你怎样怎样 她就不爱你了 她说的不是 她一定不爱你 听明白了吗 你这孩子傻的你看 她什么都较真 来 请回吧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关门啊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扫描屏幕下方的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剧力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吧 请开门 提醒您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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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有 没有吧 没有吧 反正婚你是没求过的 对吧 好好求啊 来 有请我们的小话筒 有请 今天爱情保卫战的春季套装 加一元多送一套 改变自己做自己的女王 现在我们来见证 他们的浪漫时刻了 各位请见证 老婆再嫁给我一次吧 好乱 我下次 那就是二婚了 没事了 二婚也是一个人 亲戚吧 亲戚吧 抱抱 谢谢你 行了吗 行了啊 行了就开灯吧 来来来 拿着啊 开开心心的啊 好好好好守着这份爱 好吗 祝你们幸福 祝你们快乐 来 请回 谢谢你们 那场幸福距离 白天满回忆 在爱里等着你 回来你的浪漫清醒 其实如果要一辈子都这么天真 特别好 就是单纯的爱就行 情让人羡慕的 祝他们开心和幸福 来吧 下面这一段 谈的在我看来有点作 你们给看看呗 来 了解一下 我俩在一起的时候 是我追在他 还是朋友的时候 我觉得他对我特别好 但是成为男女朋友之后 我就觉得他变了 我觉得我没变啊 我觉得是他想太多了 有时候还叫我做一些 莫名其妙的事情 什么叫我莫名其妙 我对他都是怎么付出的 而他对我呢 他说我不关心他 老是想方设法地去试探我 我觉得没有这么多的必要 我特别想知道他现在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我才能知道我们还有没有继续走下去的必要 你的想法 只是你还不会表达 恋爱都谈到这个份上了 连对方的想法都不知道 来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曾23岁 这些小伙子哪吸引你 长得帅啊还是 当时我们是在那个学校社团认识的嘛 然后经常会一起出一些活动什么的 啥社团 就是志愿者的那种社团 我就觉得他这个人挺好的 而且他做事特别专注 对我特别认真那种 我觉得如果这种人 如果能成为男朋友的话 可能会对我很好 这是你想象的 现在是你男朋友了吧 多久了 一年多了 结果呢 发现跟想象都不一样 之前我们还是朋友的时候 经常还会一起出去玩啊 但是自从在一起以后 我就感觉他变了一个人一样 甚至前段时间 他竟然跟别人说他没有女朋友 那他竟然说没有女朋友 那我算什么呀 其实他先忽悠的我 他怎么忽悠你的 我听听 他跟我说 他去外地工作 然后不在本地 然后结果他还是在这 你们毕业了吗 没有 他在实习 就是他说到外地实习 对 结果他还在你们读书的地方 是吧 然后他又存注册一个微信号 就跟我说跟我聊到一块 我以为是我学妹 然后在一块聊嘛 然后我就说我没有女朋友 你为什么说自己没女朋友呢 进展以后的话题嘛 能聊得更广一点 进展以后的话题聊得更广一点 听明白了吧这件事 他扮演一个女生 试探他 他上钩了 对吧 是你上钩了吧 半上钩 如果不是他就真的上钩了 是这么个意思吧 你来干嘛呢 你都知道怎么回事来干嘛呢 我就想明确一下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到底他在心里把我当成什么了 哦 啥意思呀 我觉得我俩还能再抢救一下 还能再抢救一下啊 他是来抢救的啊 除了这件事之外 平常他对你好吗 他对我之前还是挺好的 然后有时候会陪我一起上晚自习什么的 但是最近我就感觉他就变了 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我跟他说什么他就觉得我烦 然后有些人一说他就说他打游戏啊 说他各种各种就是找借口吧 然后不打理我 我就心里就是觉得他越来越冷大了对我 而且我对他那么好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能这么对我 我以为我对他好以后他可能会对我更好 我知道可能两个人在一起会有烦躁期 会的 但是我想在烦躁期的时候 我就对他更好的话他可能会 就是心里就有那么一点点感觉的吧 你说这概念性你怎么对他好 他怎么不领情呢你能说说吗 就是他之前他喜欢打台球 然后我之前看一个那个台球杆挺好的嘛 然后我就给他买了 买了以后就送给他以后 那个我是想可能就是女生嘛 毕竟还是要含蓄一点 我就说是我朋友借我的 然后我说那个你喜欢你就拿去玩吧 你说如果按正常的思维 如果是借的话难道不用还吗 但是他从来都没关心过这个 从来没问我 你这个是不是需要还呢这个 他就是一直就用着了 为什么呀 我觉得就是既然你给我了 就应该是不用还的 人家告诉你是借的呀 他说给我了呀 他说拿去吧 然后我觉得就算是你借的你应该自己能解决吧 你自己能解决 OK 我听明白了 球杆贵吗 球杆也不太贵四百多 四百多 行吧 听明白这件事了 实际上面你是一心一意对他好对吧 一直以来我都真的我就是对他我真的我 所以我能想的我能做的 你举例说嘛你不要说概念姑娘 比如说那个主持人听说今天就是我嗓子有点不舒服嘛 就是有点感冒了 然后他就是说你多喝点热水吧 说完以后然后就自己打自己的游戏 别的就什么都不管了 但是你记得吗 那时候你生病的时候我是怎么对你的 那时候我本来是要去一面是 后来他室友告诉我说他生病了 在那个医院呢挂点滴呢 然后我就赶紧我就我就在那头都推了 我说我去不了了然后我就上上去看了 看他的时候他当时就是灌水已经睡着了嘛 然后就出汗了我又给他擦汗 然后又照顾他那种 然后当时他嗓子肿了 就是说不出话吃不了一些就是太那个油腻的东西 只能吃点清淡的东西 然后当时除了以后他也一天没吃东西了 然后我就带他去吃东西嘛 去的那个我俩之前经常去的一个那个小餐馆吧 然后那个姐姐也挺好的 然后当时去以后我说姐姐你们有没有清淡的汤什么的 然后当时那个菜单上没有 我说姐姐你想想能不能给他做一点 我想让他就是有点营养的 然后那个姐姐就是先跟厨师说的 就是菜单上没有那道菜 就给他做的那个排骨炖的那种清淡给他的 我就觉得我对他这么好 但是同样一件事 为什么他能对我的态度就是两种态度 你说为什么呀 你要问我们吗 这还不明确吗 我的天哪 真行 你们俩的这个恋爱谈到哪个进展了 就你们俩谈着玩玩的还是见过双方父母了 没有他见过我父母 他见过你父母 那说这事我就更生气了 你气什么呀 因为我父母来天津了嘛 然后我就想就是之前我父母也知道他 知道我们两个在一起 然后我也会经常跟我父母夸他夸他 对我怎么怎么好啊就是 因为我想让我父母给他留个好印象嘛 后来我父母来了以后 就是我父母的意思就是说先别告诉他 说怕他如果就是直到要见家长的话 可能要带一些东西嘛 毕竟我俩现在还都是学生 就是钱呢都是家里面负担的 就不想让他有太大的压力 最后一会儿我就带他去的时候 他见了以后是当时挺好的 过后他竟然把我骂一顿 就是怪我没有告诉他 没告诉他什么呀 没告诉他说我有我父母陪着一块吃饭 让他特别尴尬 我问问啊 这段爱情里面一直是你主动是吧 是你追的他对吧 对 有人追过你吗在大学里 有也是一个就是之前关系挺好的 然后他就追我嘛 我当时跟他说了说了这事了 跟谁说了 跟他说了 也就是说你即使跟他谈恋爱 还是有人追你的 你不是没人要是吧 对 好你接着说 然后他竟然骂我了 本来我是想跟他说这事的时候 我是想让他帮我想办法怎么推脱一下的 然后他竟然说我 意思就是说那个 就是我如果不勾搭他 他也不会来追我 就这个意思 那本来嘛一个巴掌拍过响吗 那你们自己的事 你应该自己解决吧 那要你干嘛呀 那个男生是怎么纠缠你 还是什么你跟他说 也不是说纠缠我 就是之前我们两个关系挺好的那个男生 身边有一些朋友 都是经常在一起玩的嘛 嗯 然后他突然间就是跟我说这些 就是我就挺尴尬的 他也知道我是有对象的 然后他也知道我对他怎么怎么好 然后他就觉得我挺好的 所以才跟我说这些 弄得我就挺尴尬的吧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应该怎么办呢这事儿 然后他就说我了 一直就是我勾搭他 你喜欢这女孩吗 有好感 有好感啊 一年多仅仅有好感啊 他应该对你特别好吧 照顾和伺候的都不错是吧 是 是你承认是吧 嗯 你对他上过心吗 也上过心 偶尔几次 哈哈 好了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逻辑 完全勾连起来了 女生 你真的来问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是吧 对 男生你心里怎么想的 你告诉他 我觉得你对我挺好 然后我也应该对你有所表示 我也应该对他有所表示 我的天哪 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男生啊 不是别人爱你就一定要爱他的 你同意这句话吗 对吗 也不是别人对你好你就一定要对他好的 你同意这句话吗 我也同意这句话 但我更同意另一句话 就是如果我不爱一个人 我要坦诚的告诉他 为什么 因为能够让他尽早的脱离和解脱 其实才是对他所付出 对你的那种好的最大的回报 因为我不爱你 所以我不想接受你的好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 应该是有这样一个坦诚的态度 其实刚才你们的交流 我们听第一段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明白了 基本上明白了 你肯定是不爱他的 是吧 你刚才说是有好感是吧 那个好感也只是 因为他对你好嘛 既然不爱 他要的是爱 你给不了这个东西 我建议你是跟他说清楚 我看你今天说话 说的挺坦诚的 干脆 就实话说到底 你不爱他 也没想过跟他有什么未来 无非就是万一能够遇到更好的 在怎么样 是吗 对啊 有没有听见 我虽然不喜欢你这个对待姑娘态度 但我觉得你还算坦诚 然后这些姑娘 其实刚才你有一句话 我听得特别不开心 就你也说啊 说那个我对他付出所有的好 我对他越来越好 难道他不应该 对我更好吗 或者说他不应该回报 真不应该 一个不爱你的人为什么要回报你 他其实已经非常明确的表达 他今天站在这个台上 根本就没想掩饰自己 是不爱你 所以对于很多的姑娘来说 他总是爱问一个为什么 你当你想问一个为什么的时候 你其实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和对自己的原谅 因为你觉得我问出了为什么 而这个为什么没有得到解决之前 我不需要结束这段关系 这是你的问题 但你要认清 你现在所需要的 根本就不是为什么 也不是说我要听你说什么 你要的是戒断 你要戒断这个男人 明白吗 明白了 行 交给乃兴老师 如果你一定要知道为什么 我帮你问问吧 请问 当初你为什么要接受他的告白 因为当初 是有一定的好感的 感觉能往下发展下去 那么 请问大概是从哪一个时间点 你发现这个好感没有办法发展下去了 就慢慢相处大概 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快两个月是吧 那请问你们现在到目前为止 号称交往了多久啊 一年多吧 那也就是说有十个月 你都在称场面对不对 其实你也没太努力称了 因为你都在打你的游戏 各种不理他 那我再问第三个问题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你上这个台的时候说 我想我们之间还可以抢救一下 你想抢救什么呢 嗯 其实受到这些给予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想回报 但是一直没找到点 换句话说 你诚实了百分之八十 你刚刚这个答案的意思 其实就是你想抢救一下 还可以对你照顾付出的一段关系啦 至于你要不要回报他呢 你也没这个打算 你不是没找到这个点 我们喜欢一个人 想要对他好 处处都是点 时时都能付出 那还得要等机会吗 基本上你只是 觉得这女人对我实在是不错 暂时也还没有出现更好的 不如就先抢救一下吧 其实说白了就是这样 陆琦老师说的对 如果你愿意诚实地面对自己 或是至少 在未来能更诚实 也算 某个程度 一种赎罪吧 我之所以说赎罪这个词比较重 但是我认为 在过去这十个月 其实你明明就没有喜欢他 却还一直 站着人家对你好这件事 对人家的青春的耽误 对他心情的伤害 确实某个程度 我认为一定是一种罪过了 明白吗 至于对女孩我觉得很简单 你知道你现在看起来 很不快乐吗 你这样现在看起来非常可怜吗 我只是没有想到他会这样 你怎么可能没有想到呢 你只是不承认而已 女人都是被自己骗的 其实常常都不是被男人骗的 我相信你在刚开始跟他在一块 你们会一起看电影 然后呢会一起聊天 那时候你们还没有确认关系的时候 你一定看起来是快乐的 你一定比现在更阳光 更活泼 更有魅力 但是这将近一年 一个不被爱的过程 一个一直不断地巴巴地求着人家爱你的过程 让你看起来好可怜 所以我只想告诉你 对一个人好 不会换来爱情 欺骗自己 不会换来真相 所以找一个可以让你快乐的男人 找一个你爱他他也爱你的男人 你需要的就只是这样 让自己健康回来 美丽回来 一段爱情如果不能让女人谈恋爱的时候 变得更快乐 那就是一段不适合的爱情 保养品擦了如果让你皮肤过敏了 就换个牌子 显然不适合你 好吗 加油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谢谢寇老师 来 图老师 以前碰上这种事我更恨这边 那现在我更恨那边 你知道你看他的眼神特别痴情你知道 就曾经有一段那两位老师在跟他说话的时候 你那眼神就直勾勾地看了 特别痴情 不是你哭什么 那些追你的男生 他们内心大概也是同样的失落吧 你所做的一些不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 当你每次受到冷落 又每次越挫越勇的时候 你就应该知道 不是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的 你应该早已料到今天 所以也就没什么好哭的 至少付出过 你说呢 你待会不会出来吧 你先承诺我 你会不会出来 你说你会出来 你就说你会出来 你说你不会出来 就是你不会出来 你会出来吗 我再考虑一下 那就是肯定会出来了 那还谈什么呢 就当一个人不愿意在你面前 保持一个很好的形象的时候 他不介意在你面前的形象的时候 他大概就是不在乎你 所以他动不动会以那样的方式来回馈你对他的好 你对他好的时候他居然跟你说你有病啊 所以说 男生所想的是有种比没有好 女生想的是有早没早打上两杆子 万一能打下来呢 但是爱情不是对赌协议啊 不是双输就是双赢 其实你也不快乐 虽然你明明占了便宜 内心是愧疚 对 但是你在这儿你看见他那样 其实你并不高兴 对不对 所以以后千万记住 不喜欢一个人就坦诚地告诉他 即便让他当时伤心 也不至于耽误他更多的事 你说呢 这个待会儿60秒的时候 道个歉别出来啊 听见没有啊 好 就这样 谢谢老师 来吧 大家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爱是无死的 但是我对你的爱是自私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吗 因为我觉得你是爱我的 你知道我对你好 可是可能我爱你的方式不是你想要的方式吧 有时候我知道我自己挺任性 挺无意去闹的 所以这一年多了 对不起 我向你道歉 我给不了你想要 对不起 那些哭那些痛 不用你给我我想要的 其实 你才是我想要的 行吧 回吧 来请关门 好了 那几天喝古方红堂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堂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来吧 请开门 要保持伊贝诗 伊贝诗防晒霜 伊贝诗防晒霜 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请开门 心情是舒畅的 在这样舒畅的节奏当中 我们一起进入伊贝诗爱情保鲜记 来自万事大爱宝专区的网友向途老师提问说 我们结婚六年半了 结婚以后他一直不要孩子 我想要 他总拿家里没钱 养不起孩子当借口 我觉得他是不是根本就不爱我了 这么拖下去 早晚得离婚 我该怎么办啊 当一个人长期以条件不成熟为借口而不去做的时候 只有两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是他根本不想负责任 第二种原因是他已经另有打算 你跟他聊聊没准他会比你先提出要离婚的 好 谢谢 谢谢涂老师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持护肤领先品牌 要保持伊贝斯伊贝斯防晒窗冠名播出的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那几天喝股方红糖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股方红糖的大力支持 爱情保卫战友海伦凯乐眼镜大力支持 感谢电视机前你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